自古以来,我国的边境地区就时常受到外族的入侵和骚扰,每个朝代都饱受其害。 奇怪的是,有些时期江山一统,敌人仍然敢发起战争,而在三国时期,魏、蜀、吾吾休止地打,却没听说过有外族入侵。 原来,这都是因为他们派过去的将领十分厉害,那么,前去镇守边关的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订阅爱史说。 在三国建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孙曹刘各自占据着不同的土地割据自立,曹操的地盘几乎都在北方,所以他所面临的自然就是北方边境之外的一族。 这一时期,北方的一族主要是匈奴、乌环以及鲜卑,这三族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匈奴早在汉武帝时期,便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即使是在百年之后的东汉末期,匈奴依然没有从重创中完全走出, 虽然此时东汉的实力也不怎么样,但打击匈奴还是可以的,更别说北极匈奴一直以来都是汉朝的优良传统,至于乌环,早在东汉时期,一部分族人就归顺了汉朝,此后百余年皆作为汉臣存在,同时担负驻守边疆的事务,但在汉陵帝时期,乌环在张纯。 张举的带领下反叛,公孙赞在河北期间,经常与乌环军作战,两方势不两立,当袁绍讨伐公孙赞时,乌环倾力相助,此后乌环和袁绍形成了利益上的绑定关系,但随着袁绍在关渡之战中败北,且在不久后病逝后,乌环也没有了靠山,被曹操麾下大将张辽率军在白狼山大败,数万乌环尽数投降, 此后乌环一族便没有了威胁,总的来说,乌环属于首属两端的那种,形势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在当时所有的外族中,属于威胁较小的一类,张辽大败乌环后,乌环一族就再也没有了能和中原势力抗衡的资本,甚至在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乌环一族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至于鲜卑,也在曹操的打击下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不敢打起一丝关于中原的贪念, 所以东汉末年,北方的一族不敢入侵中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曹操和其麾下的大将,说完曹操所在的北方,再来看刘备所在的西南面,在东汉末年,西南地区的一族主要是蛮族和羌族,这两族在历史上和汉朝也发生过争斗,但因为地处偏远,且随着汉朝的逐渐衰弱,使得他们并没有像匈奴那样受到致命的重创,西部地区一族的平定, 不仅有刘备蜀汉的功劳,还与西梁马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刘备坐拥蜀地,虽然拥有地形上的优势,但也要防备一族的袭击,为了平定一族,蜀汉多次与之展开交涉,虽然进展缓慢,但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效果。 比如,诸葛亮与孟霍之间的故事,就是蜀汉与一族之间的一次交锋,小说中写道诸葛亮七秦孟霍,虽然历史上并非如此,但孟霍最后确实是归顺了蜀汉,并被诸葛亮任命为御史忠诚一职,孟霍作为一族首领,他的归顺即代表着一族的归顺。 此后直到诸葛亮去世,西南一族在吴生出事端,除了蜀汉外,西凉马家也在平定西部一族时,鞠躬甚尾,西凉军所在的地方,南面有蛮族,北部有枪湖,西凉军掌控着长达千余里的边境防线,与抵御一族入侵而言。 绝对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在东南方向,东吴所面临的一族威胁,主要来自山岳一族,他们大都分布在沿海一带,对东吴存在巨大的威胁, 山岳族其实并不像匈奴那样,是纯粹的一族,而是自秦朝之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到了东汉末年时期,山岳已经和汉人相差不大,有些族人还是为了逃脱覆水而躲进山林的汉人。 孙氏坐稳江东后,山岳便成为了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和乌环一样,山岳也曾联合元氏,对其他政权发起战争,比如在198年。 元树就曾命手下将领伙同山岳,对孙吴发兵,但是被孙策击破,此后孙吴政权统治者便将山岳视为心头大患,多次派兵武力镇压。 孙权当政时期,就曾命黄盖、吕蒙等人前往山岳族人聚集之地镇守,以防滋事。 孙权对山岳的征讨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期间虽然多次大败山岳,但始终未能彻底平定。 直到234年孙权任命诸葛克为将军时,才出现了改观。 在诸葛克的计策下,吴军将山岳尽数分割包围,却不与其交战,而是等到粮食成熟时,将所有的粮食尽数收割殆尽。 迫使山岳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出山求和,随后孙权将山岳中的成年男性编入军队,其余之人编入百姓户口,经过历时二十余年的不断征讨。 山岳一族绝大部分成员被迫出山,成为吴国的百姓,他们的出现,对江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山岳的汉化也迅速得以进行。 到了南北朝末期,山岳几乎已经绝技,只有灵星的些许记载,尽管三国时期中原战乱不断,孙曹刘等人也各自为政,但在抵御外族仪式上,他们从来都不含糊,毕竟彼此之间的斗争,还是属于汉人内部为争夺权力的冲突,若要是外敌进犯,那性质上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也在不断地融合,当年的那些异族,在今天或许已经消失不见,也可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他们也是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公元48年,匈奴在东汉的打击下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 呼寒邪之孙率四万余人南下富汉后,流居墨北的北匈奴遂成为东汉帝国的重点打击对象。 据竹可真先生研究,当时东亚气候已渐驱寒冷,而且这次气温下降是全球性的,乘自东向西逐渐降低之时,被寒冷干旱之气候摧残的墨北草原的在木量急剧下降。 北匈奴的游木叶已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常年迁徙的匈奴人显然注意到了西部的草场比东部繁茂,实际上,即使匈奴缠于故土南迁,也抵不过匈奴贵族们的频繁叛乱以及东湖遗族鲜卑人和乌环人的轮番进攻。 东汉王朝也没有错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公元89年,东汉联合鲜卑河南匈奴再次对北匈奴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攻击,石仔,豆县,耿饼等出赛三千里,灯燕燃山,令中护军颁故作名,克时乐功而还。 可是,当北匈奴无计可寻时,东汉帝国默然发现鲜卑人和乌环人已燃成了气候。 相比散居在漠北的鲜卑人,已经渗透到华北平原的乌环人对汉帝的威胁更加严重。 公元207年,已经取代元氏家族的曹操再也不能忍受乌环插手中原事务,乃征集了精锐部队对乌环发动了一场奔袭战。 他顿及其他乌环头领猝不及防,激战中被曹军斩杀。 战后,曹操将乌环余部强行迁入赛内,并将他们的轻壮争入军队。 乌环的衰落让鲜卑减了便宜,他们收容了逃散的乌环人,并占据了乌环人原来的目的。 至此,鲜卑接替了匈奴的权杖。 值得庆幸的是,彼时的鲜卑并不统一,个部之间仍然就地盘问题进行火并。 当然,对汉帝的掠夺也是他们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 陷入中原纷争的曹操力不能顾,遂于215年将云中、定香、武园、寿方郡的编制霸除,并将四郡的百姓迁到恒山以南以避其风。 后来为了稳定北疆,曹操果断将田玉调到幽州担任乌环校尉、振威将军、兵州刺史。 说起田玉,此人早期的行为十分古怪。 在公孙赞权重幽州时,他并没有盲目跟风投笑,而是归附了实为别不司马的刘备。 但当刘备成为玉州刺史时,田玉却果断地离开了。 需要注意的是,刘备当时并非真正的玉州刺史,而是徐州牧桃千希望借他的力量对抗曹操而向朝廷上表推荐的。 实在,千表仙主为玉州刺史,屯小配。 也许,长期的相处让田玉看透了刘备南城霸业,便借口回家侍奉老母离开了。 刘备对田玉的离开惋惜不已,临行前替其交加地一再惋惜感叹,恨不与军共成大事也。 回到幽州,田玉被公孙赞委任为东周令,实至公孙赞将领王门叛乱,重寡不敌,城中接玉投降,田玉临危不惧,独自登城对敌, 仅凭一张利口便将乱兵说得羞惨而退。 公孙赞拜末后,田玉又及时地劝仙渝府归附了曹操。 这次,田玉再一次显示出了独特的识人眼力,当时袁绍拥有优、清、并、济、土地最广、兵力最强。 但田玉确认为将来平定天下的必是曹操,仙渝府摇映曹操微妙地影响了日后的关渡战局。 战后曹操激动地对仙渝府说,之前袁绍攻灭公孙赞, 我自敢不久将亡。 如今却反败为胜,这既是天意,也是你们的功劳。 于是,仙渝府被家官禁绝,田爷也官拜一阳太守,所谓,生于私,长于私,长期生活在北疆。 使田玉对鲜卑和乌环等少数民族的习性了如指掌,公元218年,塞北乌环叛乱,曹张受命讨伐,曹操担心曹张行军冒事, 虽任命老成持重的田玉随军出征谋划军务,果然,曹张轻敌冒尽,被乌环骑兵团团包围, 好在田玉利用地形组织部队用军车结成援阵,并以弓弩传射敌军,乌环骑兵攻不破曹军军阵,乃引军败退,曹张趁胜追击, 不仅消灭了叛乌了乌环人,还极大的威慑了前来驻战的鲜卑人,实在,鲜卑大人科比能将数万旗观望强弱,建章立战,所向揭破,乃请服。 战后,田玉被论守宫,官拜南阳太守,仅从此点,我们便可知晓田玉在曹操心中的分量, 当时曹操争夺汉中失败,汉中全郡已被刘备收入囊中, 荆州的关羽军团也正成船北伐,冰封直抵凡城,若刘备发一支君字上拥,防陵顺汉水东下, 萧阳的曹军必将父辈受敌,况且南阳正陷入叛乱,也需要一位置谋出色的人物镇守,田玉道任不负所望, 联合曹人平定了叛乱,正当三国纷争不已时,鲜卑诸步初步完成了整合, 前文所述的鲜卑大人科比能开始做大,他学会了中原人远交进攻的把戏, 为了不让曹卫介入他统一鲜卑的战争,科比能假意归顺曹卫,并接受了富翼王的封号, 此外,他还先后两次将两千多家流落鲜卑的汉人送回了中原, 魏文帝曹丕正做着南征孙权,一统江南的美梦,当然同意两方减少军事冲突, 与曹卫的贸易让科比能受益很大,他得到了许多草原上紧缺的生活级军事物资, 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察觉鲜卑不安分的魏文帝曹丕果断地将田玉调到幽州, 田玉再次不负所望,上任后一战击败进犯的科比能。 实在,鲁众散乱,接气攻马不走,破讨二十余里,僵尸避地, 后来,田玉又亲率百于齐袭沙结霞不公的乌环王古晋, 自此胡人破胆,田玉的威名远拨沙漠, 按照田玉以一致一的管理办法,曹卫北疆长达九年一直平安无事, 不久,曹卫幽州刺使王雄党羽希望王雄自监屋玩笑尾, 便构陷田玉在边疆旺生事端。 魏文帝遂将田玉转败为汝南太守, 二百二十三年,辽东公孙渊秘密联络东吴反叛, 魏文帝再次重用田玉,命他督军防御,通过情报得知, 孙权派遣的一支船队正开往辽东,田玉观察近海风浪, 断言无人畏惧海浪滔滔,必然会选择山东某地停泊, 于是,田玉悄然发兵埋伏,顺利俘虏停泊靠岸的吴国士族, 可惜田玉为人正派,都军青州时冒犯了青州刺史承喜, 承喜心怀不满,污蔑田玉节流缴货品自肥, 于是,田玉虽有功,却不得封赏, 二百三十四年,孙权领兵十万,进犯合肥新城。 这次,孙权布局很大,东吴上将军陆逊, 大将军诸葛锦分别领兵囤住江夏, 免口牵制襄阳,镇北将军孙韶, 奋威将军张成等分别向广陵和淮阳, 配合主力出击,孙权认为,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牵制了魏军精锐, 此时取合肥正当时机,魏将满宠听闻孙权犯禁, 便遇领兵厮杀,十年六十三岁的田玉当即阻止, 他认为东吴军队擅长水战, 每次进犯合肥都依仗水陆便捷, 如今,远离水陆的合肥新城驻城, 东吴失其所长,长途奔走必将疲惫, 所以,应该听任此吴军攻城。 合肥新城坚固,吴军长期不克, 士气必将为米不振, 那时便可一击而克, 满宠将田玉的剑矢上奏给魏冥帝曹锐, 曹锐觉得十分有礼, 后来,曹锐见战况果如田玉预测, 遂隐水师南下救援, 孙权听闻曹锐亲征, 遂隐军撤退, 魏冥帝曹锐去世后曹芳继位, 田玉老当义壮, 再次被重用, 牵身为史池截护匈奴中郎将, 加关镇威将军, 领兵州刺史, 兵州境内外的胡人闻其往昔威名, 相继来朝贡献, 田玉秉承一贯的清廉作风, 对来人进献的物品全部送入府库, 即使是私人馈赠的, 也照送不误, 后来田玉自觉年老, 一再请求辞官, 魏婷多次拒绝, 田玉仍不断上表, 无奈, 朝廷只好同意, 并给了他一个太中大夫的虚职, 公元252年, 年已82岁的田玉病逝, 此时, 司马家族已经掌控了曹魏政权,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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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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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